快看这是个什么 一个小盒子 上面画着僵尸 哟 里面有东西 里面会是什么呢 打开让我看一看 什么东西 怎么就一点点呢 到处来看一看 哇塞 真的是僵尸呀 这个是僵尸脑袋 把帽子先给它戴上 这是积木的 需要动手把它组装起来 先把零件放在正确的位置 这个样子组装 就简单了 动手组装 身体组装好了 就收下腿了 哎 腿怎么组装不上呀 难道还缺少一个零件 看看盒子里面 盒子里面 已经空空的了呀 那只能来 捡到盒子的位置 碰一碰运气了 这里好多的草 想要找到那么小的积木 有点天房一谈了 哎 快看这里 又发现了一个盒子 看看这个盒子 上面画着大涂菜射手 打开看看 会是大涂菜射手吗 哎呀 还有一张说明书呢 哇塞 这一个竟然连包装都没有拆 哎 这是个什么东西呀 怎么在包装的外面 这不会是 僵尸上丢失的零件吧 我去 好像真的是呀 再把腿装上 果然就是呀 先让他坐在这里 让他看着 我把大涂菜射手拼起来 然后用大涂菜射手打他 这个是说明书 我根本用不着 直接就撕掉 就拼这么个东西 我还用得着说明书了吗 底座先偏好 这个东西 放在这里面 然后把这两个 合并在一起 这不就有那么个样子了吗 然后把他 装在底座上面 看看还缺什么 当然是缺子弹了 这两个半圆的球 应该就是子弹 把他俩合并起来 看 一个完整的大涂菜头手 组装完成了 但是问题来了 怎么还送下这么多的零件呢 拼鸡木最害怕的就是 送下的零件太多 看看格子上面吧 说明书已经被我撕了 送下的零件 不会是组装这个的吧 这就装一下试试 这次一个零件也不多了 别坐着了 给我站起来 僵尸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 只是这个东西 不能发射呀 那就让我来帮一帮他 哈哈 大涂菜头手 完送僵尸 小球还想跑 给我回来老师的待着吧 大手一挥 待回去 摆起来 哎呦 这条鱼的脑袋好大 好奇怪呀 不瞅 要是我不说这是一条河 你们谁能看出来这是一条河呀 我的笼子就在这些许棗下面 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 我倒不是担心笼子被偷 因为毕竟有这么好的天然伪装 我很担心笼子被河水给冲走了 哎 我似乎是捞到我的笼子了 还好没有被冲走 只不过笼子好馋呀 是不是包网了呀 哈哈 赶紧把笼子捞起来 看看到底抓了多少鱼 我去 怎么感觉是空的呢 这新买的笼子不会这么不给力吧 也不是完全空的 里面好像有一条大泥球 我知道为啥没有鱼了 看看这个进鱼口 多拉垮呀 这进去鱼也得从这里跑掉了 果然四块钱一个的笼子不靠谱 发死了 把鱼倒进水桶里 看看到底抓了几条鱼 不光有鱼 还有一堆水枣呢 哎 这是个什么东西 就让抓到一个桃河 这玩意我是不是得拿回去盘它呀 再看看还有什么 这是挑什么鱼 好奇怪呀 瞅瞅 这大脑袋 小尾巴 这应该是一个大蝌蚪吧 你们说这是青蛙蝌蚪 还是癞蛤蟆蚪蚪 我得拿回去把它养大了 研究给明白 认为是青蛙蝌蚪的打一 认为是癞蛤蚪蚪蚪的打二 我看看你们猜的对不对 把笼子好好的清洗一遍 上面的水桶太多 影响抓鱼 放入今天的诱饵 昨天吃剩下的脆脆肠 这玩意抓鱼应该喊给力 这次我要把笼子放在这里 刚才在这里发现好多小鱼 并且这里没有凡人的水澡 只是这里的水太强澈了 笼子容易被人发现 无所谓了 因为现在我已经是笼子大户了 你们说明天我来的时候 笼子会不会丢 这就是今天的收获了 一条大泥鳅 三条虾虎鱼 还有这个大脑袋鱼 就把这个大脑袋鱼 放进这个鱼缸里 等我把它养大了 就知道它是青蛙还是癞蛤蟆了 大泥鳅就让他在这里洗个澡 一口让他去找我的大猫碗 四十元买了一个盲袋 卖家说里面装着一到十个笼子 看看我能开出来几个 你们都见过开盲盒的 有见过开盲袋的吗 卖家说这里面装有一到十个笼子 具体给装了几个要看运气 看这个包装的后主 还有重量 我感觉里面装的肯定不是一个 以我多年买笼子的经验 这个后主跟重量 我预判这里面至少装着六个笼子 但是不排除商家在盲袋里面放大物 缓销我的判断 这种笼子在母宝一般二十元左右一个 如果能开出来两个我就回本了 如果开出来三个以上 那我就稳稳的转到了 包装打开了 里面好像没有装大物 我有种要转大了的感觉呀 我去 打开之后 我看见了商家满满的重意 竟然全是笼子 转大了转大了 让我来数一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哈哈 我竟然差一个 买到了满级盲袋 先不要着急高兴 拿出来一个看看质量如何 古人云 便宜没好货 打开之后 我这彻底服了 这质量没得说 因为我以前花二十八买的那种都要好 啥也不说了 赶紧去河里放个大招 先把拉链拉上一半 让笼子重行 真没想到 这个笼子这里也有一个挂钩 一般高配版的材油 OK 笼子准备完毕 放上今天的诱饵 我精心制作的拦戟诱饵 可能是因为这个笼子便宜的缘故 中间没有专门放油耳的小网兜 但是这完全不用想 直接把油耳扔进笼子里即可 用打烙神器挑着放进小河 就放在水岛多的地方 借助水岛的掩护 防止笼子被别人发现 放上一天 明天再来看看收获 放完笼子之后 大盘喊我 说这个空里有鱼 它在上面扔石头 让我在下游用超网拦鱼 我想说这个办法可行吗 这水这么浅 怎么可能有鱼 它刚才是不是看花眼了 再说这个超网也不行呀 根本就拦不过来这条河 不信我把超网拿起来看看 咦我去 还真有一条小小鱼 这通半天都抓了个鱼崽子 我俩也是没谁了 就是这条鱼 老体们 就是昨天我刚抓回来的这条鱼 在我的私心里炸锅了 你来说这是怀孕的麦穗 我瞅着肯定不是麦穗 喂 你叫麦穗吗 你才是麦穗 你经过长得 这么漂亮的麦穗吗 我去 皮鞋还穷暴躁 后来我问了一下渡娘 渡娘告诉我可能是马口鱼 据我了解 马口鱼应该是吃小鱼的 为了验证一下 它到底是马口还是麦穗 带上我的大水桶 去捞件小鱼回来 看看它会不会吃 就是这里了 上次在这里抓了一堆的小鱼苗 拿回去之后 我的小黑鱼吃的那叫一个香 今天再来抓点回去 嗯 鱼呢 怎么一条也没有呀 过瘾 怎么全都掉地上了呀 可能是今天带来的超网 网口太大了 这真是我的食物 没招了 只能一条一条的把它们捡起来了 还不敢用力捏 我怕一用力 把它们给捏成饼 再来一网 既然来了 那就多抓点回去 毕竟出的屋里还有那么多的鱼 等着吃饭呢 用这个超网抓鱼太累了 半天才捡了这么几条 其他的都漏了 先带回去吧 精心挑选了十条 又大又肥的下壶鱼 看看这条不知道什么名字的鱼 它到底能不能吃 哎呦我去 这家伙 看要的还挺激动的 可是它刚才窜来窜去的 到底有没有吃呀 我是没有看明白 哪位老铁势力好 农夫告诉我 它有没有吃到鱼 这怎么又趴着不动了 又趴窝了 是不是虾虎鱼太小 它看不上眼呀 于是我又找了一条 瘦子只剩下鱼刺的麦翠给它吃 因为我怕胖的麦翠它吃不了 这啥呀 麦翠入缸它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此刻我真的怀疑它是不是马口鱼了 靠近一点拍 大家看看它身上的鱼鳞 还有形态 谁能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鱼 再现等 自制大超网蓝河抓鱼 这也太好玩了 看见这个自制的大超网了没有 用这个抓鱼应该感觉很好用 可惜这不是我的 是旁边钓鱼的大哥的 不过刚下完一场大暴雨 雨刚停我就飞到小河 你们说我用这个超网能不能捞到鱼 能不能捞到不是我说了算的 那得看河里的鱼给不给我面子 先沿着河边的草滑辣一下 来 看看有没有收获 有一个小小罗 它有一条小小鱼 这收获等于没有 于是不甘心的我决定再来一网试试 看看这一网能不能有点收获 得 比上一网还惨 竟然毛都没有 于是气急败坏的我 在河里胡乱的捞 这个样子是根本抓不到鱼的 随便发泄一下而已 后来我向钓鱼的大哥 接来了他的大超网 因为我发现一个很棒的抓鱼位置 就是这里了 河道不是很宽 大超网放在这里 勉强可以拦住小河 过一会儿再看看能不能抓到鱼 可是放了也就有五分钟 钓鱼的大哥说他要走了 所以我只好把超网还给他 哎呦 居居 竟然有鱼啊 这才放了短短的五分钟 竟然抓到了两条鱼 赶紧看看抓了两条什么鱼 看着像是两条白条 咦 怎么只剩下一条了呢 刚才明明看见是两条的 赶紧回头找找有没有钓到草里 草里也没有 如果钓到岸上的话 他蹦来蹦去的肯定很容易被我发现 真是奇了怪了 不管了 还是先看看王里的这条是什么鱼吧 他的脑袋被王口卡住了 这可得轻轻地往下摘 不小心容易把他给送走了 嗯 这是挑什么鱼呀 还是头一次抓到 这应该不是白条 他的鱼鳞要比白条大 还是一条大肚子鱼 这得拿回去 说不定明天能给我生一缸小鱼呢 有没有认识这条鱼叫什么名字的老铁 就来区里告诉我一下呗 正当我要往回走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只好大胆的小龙虾 竟然跑到了我眼皮底下 这我能挂着它吗 坚决不能放过这些外来物种 正好出入屋里养的小龙虾都被我吃了 这只拿回去养起来 哎我去 它在让它夹着我 这家伙还反抗呢 你都上岸了 跑不掉的 给我拿来吧你 让我回去 让你变成麻辣小龙虾可好 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 这就是今天抓到的鱼 感觉这条鱼相当有劲 似乎应该是吃肉的 就把它放在这个鱼缸里吧 就等他给我生一缸小鱼出来